欢迎来到我们的《体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精彩的体育新闻 首先,华盛顿奇才队在最近的一场比赛中 尽管坚持到底 但最终还是以114比137不敌休斯顿火箭队 奇才队目前正遭受伤病的困扰 临时主教练布莱恩基夫表示 有几名球员已经赛季报销 而球队的伤病情况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 尽管如此 奇才队在第三节之前一直与火箭队展开激烈的比拼 可惜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接着,让我们看看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 美国篮球男女队的分组情况已经确定 男队将面对塞尔维亚和南苏丹 而女队首战日本 美国男队将寻求第五连贯 女队则冲击第八个连续奥运冠军 同时,澳大利亚男女篮球队也面临了棘手的对手抽签 男篮将与加拿大队等强队对阵 女篮则要面对加拿大 法国和尼日利亚 两队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最后,让我们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新闻 警方在对大谷祥平遭到的炸弹威胁进行搜查后 未在首尔体育场发现任何爆炸物 确保了比赛的顺利进行 另外,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在NCAA锦标赛中取得了胜利 而在NBA赛场上 尼古拉约基奇带领绝晶队以115比112险胜森林狼队 这些都是今天的体育热点 希望大家喜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受伤困扰的奇才队坚持到底 但仍然被火箭队击败 华盛顿邮报 在最近一场比赛中 华盛顿奇才队的替补席上 穿着变装的球员比穿着球衣的球员还要多 结果,他们以114比137输给了休斯顿火箭队 奇才队目前饱受伤病困扰 有几名球员已经赛季报销 临时主教练布莱恩 基夫对球员的伤情没有任何更新 尽管受到伤病的严重影响 奇才队在第三节之前 一直与火箭队展开激烈的比拼 直到贾伦 格林打出了一个9分高潮 扭转了比赛的势头 使火箭队占据了优势 美国篮球队 在巴黎奥运会的篮球分组中 遭遇了强劲对手 南华早报 美国篮球男女队 已经在巴黎奥运会前 了解到了小组赛对手 由史蒂夫 科尔执教的男队 将在三场小组赛中 与塞尔维亚和南苏丹交手 由谢丽尔 礼夫执教的女队 将在金牌赴赛中首战日本 美国男队将寻求第五连贯 而美国女队将争取 第八个连续奥运冠军 因而潮一代和澳大利亚女篮 在巴黎奥运会上 面临棘手的对手抽签 澳洲ABC 澳大利亚男子篮球队 澳洲男篮 将在巴黎奥运会的小组赛中 面临激烈的竞争 他们将与加拿大队对阵 以及来自两个比赛的预选赛队伍 可能包括希腊 斯洛文尼亚或西班牙 加拿大队由NBA球员谢伊 吉尔吉斯 亚历山大领衔 他们在世界杯上获得铜牌 被认为是热门之一 澳洲男篮将不得不再新兴的NBA才华 如乔什 吉迪和经验丰富的球员 如帕蒂 米尔斯和乔 英格尔斯 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 在女子比赛中 澳洲女篮将面对加拿大 法国和尼日利亚 澳洲女篮希望在巴黎赢得第六枚奥运奖牌 在警方对大谷祥平发出的炸弹威胁进行搜查后 首尔体育场未发现任何爆炸物 美联社 韩国警方在对洛杉矶道奇队球员大谷祥平 遭到炸弹威胁的调查中 未发现任何爆炸物 这一威胁是通过电子邮件发出的 声称在首尔的高尺天空穹顶 在道奇队和圣地亚哥教室队的 美国职棒大联盟开幕赛期间将引爆炸弹 据报道 这封电子邮件是由一名日本律师发送的 与去年一名自称为日本律师的个人发送的 多封威胁邮件和传真相似 乔尔 斯科特以23分的成绩帮助克罗拉多州立大学 以67比42击败弗吉尼亚大学 结束了一天的三月疯狂比赛 美联社 克罗拉多州立大学在NCAA锦标赛的首轮比赛中 以67比42击败弗吉尼亚大学 这是他们11年来的首场锦标赛胜利 乔尔 斯科特以23分和11个篮板领导 克罗拉多州立大学 尼克 克利福德贡献了17分和10个篮板 里斯 比克曼为弗吉尼亚大学得到15分 但他们在整场比赛中进攻表现不佳 克罗拉多州立大学以43-24的篮板优势击败了弗吉尼亚大学 并且命中率达到55% 弗吉尼亚大学的命中率仅为25% 克罗拉多州立大学将在周四的首轮比赛中对阵德克萨斯大学 约吉奇35分帮助绝晶队以115-112险胜人员不足的森林狼队 比赛结束前非常激烈 多伦多星报 尼古拉 约吉奇得到35分和16个篮板 而迈克尔 波特尔得到26分 丹佛绝晶队以115-112击败明尼苏达森林狼队 贾马尔 穆雷 贡献18分和11次助攻 亚伦 戈登得到14分和11个篮板 安东尼 爱德华兹为森林狼队贡献30分 8个篮板和8次助攻 但他们缺少前三名大个子球员 这场胜利使得绝晶队在西部联盟积分榜上紧追领先者 世界杯英雄科特尼 维恩回归澳大利亚女族队 为巴黎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加快 澳洲ABC 悉尼FC的科特尼 维恩被召回到澳大利亚女族队 参加4月份对墨西哥的友谊赛 维恩因个人原因在2月份退出了奥运预选赛 但他最近在澳大利亚女子足球超级联赛的无偿比赛中表现出色 打进6球并助攻3次 莱斯特城的后卫科特尼 内文也被重新召回 而状态火热的墨尔本胜利队前锋艾米利 吉尔尼克和西西尼流浪者队前锋索菲 哈丁则未被包括在内 这场对墨西哥的比赛将作为备战奥运会的一部分 并为球员们争取身家巴黎奥运会的18人名单提供机会 贾伦 格林的42分帮助火箭队以137比114击败奇才队取得第6连胜 美联赛 贾伦 格林砍下职业生涯最高的42分 带领休斯顿火箭队以137比114战胜华盛顿奇才队 这场胜利是火箭队连续第6场胜利 使他们在西部联盟的最后一场附加赛席位上 仅落后于荆州勇士队2.5场 格林的42分追凭了他的职业生涯最高得分 他还在比赛中贡献了10个篮板 由于伤病 奇才队缺少了几名关键球员 他们的战绩降至NBA最差的11胜58负 加西亚和明尼苏达以73比72击败巴特勒在NATE比赛中 美联赦 明尼苏达在NATE锦标赛中以73比72击败巴特勒大学 道森 加西亚以25分领导明尼苏达队 而伊莱甲 霍金斯两罚权重确保了胜利 贾迈尔 泰尔福特以25分领导巴特勒队 明尼苏达队在上半场落后 但在下半场迎头赶上确保了胜利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以74比58战胜李士满大学 获得NATE锦标赛胜利 美联赦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在NATE比赛中以74比58战胜李士满大学 林恩、基德以20分和8个篮板领导了Hokies队 肖恩、佩杜拉贡献了17分和7次助攻 而迈克尔、克林斯、朱尔回到了15分 伊萨亚、比格洛和DJI贝利各自为李士满大学贡献了15分 Hokies队在下半场取得了领先 并坚持到最后获胜 基于夸大的成本估计 决定取消2026年在澳大利亚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 美联社 对维多利亚州决定取消举办2026年英联邦运动会的调查发现 该决定给该州造成了5.89亿澳元、3.85亿美元的损失 维多利亚州审计长办公室的报告指出 在做出决定之前 相关机构未能向政府提供充分的建议 并且提供的取消活动的估计成本夸大且不透明 工党政府最初同意以26亿澳元、17亿美元的成本 在维多利亚州的地区城市举办运动会 但在2023年7月撤出 原因是该数字修正为69亿澳元、45亿美元 Miko Rontanen的第七个职业帽子戏法 帮助势头强劲的雪崩队以4比3击败布鲁斯队 美联社 周二晚上 科罗拉多雪崩队以4-3的比分击败圣路易斯布鲁斯队 米科、兰塔宁在每个节都打进一球 完成帽子戏法 使他本赛季的进球总数达到37个 凯西、米特尔斯塔特也为雪崩队进球 内森、沃克、亚历克县、托罗彭科和布雷登 身为布鲁斯队进球 这场胜利使雪崩队的连胜记录延续到了7场比赛 是NHL目前最长的连胜记录 为什么德雷蒙德认为凯里是NBA最有技术的球员 亚虎 荆州勇士队前锋德雷蒙德 格林认为凯里 欧文是NBA历史上最有技术的球员 赞同达米安·利拉德的评价 格林赞扬了欧文的得分能力 并表示无论你怎么防守都无法阻止他得分 然而 格林也认为他的勇士队友斯蒂芬 库里由于他的投篮能力和全面才能 也可以被认为是最有技术的球员 两位球员都有命中绝杀球的历史 以及以得分能力而闻名 格林的评论是在勇士队和独行侠队 都在争夺西部联盟的季后赛席位时发表的 大谷祥平成为炸弹威胁的目标 但到其队仍将与圣地亚哥教士队比赛 韩国警方正在调查针对首尔的高速球场的炸弹威胁 洛杉矶到其队原计划在周三晚上与圣地亚哥教士队 进行一场大联盟世界巡回首尔系列赛 然而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没有发现危险或可疑的情况 比赛如期进行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